好久沒有開箱了 你看我最近很收斂吧 很久沒有開新的箱了 最近比較少買一些 主要最近比較忙 回來以後 要想要塞哪裡也是一個重點 不過最近有看到好的東西 還是會收一些些回來 所以很久沒開箱 而且最近很多都是在藍原買的 就有差別 我們來看一下有什麼東西 看裡面 它用這個來保護它 這個是碎紙機的碎紙 其實這個是防撞的設備 就是它把它黏住 通常我們在運送的時候 有些人會把它黏在旁邊的紙箱上 避免撞傷它 那這也是保護的東西 基本上碎紙機的這個旁邊 它其實有黏起來 就不一定需要這個報紙 因為有緩衝的作用 因為它把它黏在那個箱子上面 滾來滾去 它也會跟著箱子滾來滾去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兩個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長成這樣子 很大顆耶 比我想像中的大顆 這個是大絞筒藍 大絞筒藍是龍藍鼠的藍花品種之一 那這個不是台灣的大絞筒 這個是菲律賓產的大絞筒 其實菲律賓產的大絞筒 唯一有一顆 可是我好像沒辦法長到這麼健壯 我的植株大概是這個的三分之二左右 沒有到這麼大顆 那它這裡的大絞筒長得非常的健壯 非常的大顆 那大絞筒藍屬於龍藍那一屬的 它開花其實我覺得蠻漂亮的 那在分類學上其實呢 它其實在野外很多 而且野外可以長得非常的大 如果你有看過野外的個體 它那個個體可以長得非常的巨大 在台灣的個體就可以 不過你拿到平地以後 台灣的個體也變小了 那這種菲律賓產的也變小了 因為它適應這種平地的環境 其實比較不適合它生長 所以它就變小了 然後很有趣的狀況下是 你看到這一種藍花 如果你在野外看是真的非常大 大一株可以到一公尺以上 非常非常大 特別是台灣的品種 因為我看野外其實還蠻常看到的 它喜歡長在那個樹的末端的地方 那當颱風天啊 或者是風大的時候 有可能樹枝會斷掉 然後它就掉下來 所以呢 其實這個還蠻有趣的 是龍藍鼠的一種 所以它比較冷門型 那有人叫大腳筒 大腳筒 它算是一個蠻有趣的品種 好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 這一個呢 是加德利亞藍 卡托利亞 它學名牌長這樣子 那它是路德 路德是一個很多的品種 算是還蠻多的 路德有分成紅色的藍色的 不同的顏色的品種 那路德加德利亞藍算是好重的品種 也算是好養的品種 而且它這幾年很平價化 所以呢 算是好重好養又平價的品種 相對於其它有些原生種的卡托利亞 它的數量比較多 現在目前數量比較多的卡托利亞 大部分像是梅島 或是路德都算是比較多的品種 那也比較好取得 那它有紅色的 原生種的顏色是紅色的 也有藍變種 那當然通常藍變種 也價格比較貴一些些 那這個大小 其實再過一個枝條左右 就可以開花了 是它已經接近 看起來已經接近成珠的大小了 那你可以看它的個體 這樣拉起來到這樣子 是這個梗 就差不多可以接近開花程度 那它下一梗 如果再抽更大一點的話 大概應該就可以開花了 所以這個的植株其實是接近開花型植株的大小 那當然這個是石森苗 石森苗有優點有缺點 石森苗比較便宜 但是缺點就是不知道未來會長什麼樣子 要開了才知道 就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抽籤抽牌一樣 有可能抽到好運 有可能抽到壞運 都有可能 那當然基本上都要讀讀看 那如果父母本的品質比較好的話 它就有機會產生比較好的後代 好 所以這一次呢 你看這一箱就只有這兩顆 一個很大很大的大腳筒 一個是路德加德利亞蘭 那算是兩個 這個比較冷門 這個是真的很冷門 這我有一顆 那其實我也有台灣的 也有菲律賓產的 那基本上在我這裡呢 就種好玩了 不一定會開花 因為環境就是 它原本就是高山的品種 或是中海拔以上的品種 那在平地呢 能活就已經算不錯了 開不開花我倒覺得是其次 那基本上這個 你看這個真的還蠻粗壯的 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因為我之前種的大概就是只有 這個程度吧 不會再撞上去 這果然是可能是在原子裡頭 種的有關係 日照環境濕度 都可能會影響到這個狀況 那我們的陽台呢 或者是露台 比較沒有那個濕度 這個我可能會考慮 把它放在那個 放在那個水屋基旁邊看看 看會不會狀況比較好一些些 好OK 那今天大概是這樣子囉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喜歡頻道 請記得訂閱跟分享 那這個其實應該也有 學名牌 由這裡 大交通籃 這個菲律賓產的 那算 它算SP嗎 其實我也不知道 這個就是龍藍鼠的意思 有一個叫毛藍 但是 是在我們的分類這邊 是算龍藍鼠的 那就是菲律賓產的大交通 大交通其實也是俗稱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叫大交通 沒有去查 不過它就是 我們俗稱就是大交通 那有小交通籃 小交通籃就是小型的龍藍鼠的 小小的很可愛 那它開花也開得非常壯觀 這種大交通籃的花還蠻漂亮的 但是缺點就是會臭 這個是它的缺點之一 或者是帶有無味 沒有味道 就是沒有味道 或者是帶有一點點的奇怪的味道 那但是它花還蠻漂亮的 開花性很不錯 如果能開花的話 花很多 好 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